这天香楼在红梅城也算是销金之地 这里面的东西虽好 却也是贵得出奇 七少明说到天香楼来 本来只是一句玩笑 没想到唐杰竟是真的答应了 等到了天香楼 唐杰为大家叫过菜后 就连魏天冲都吐着舌头道 哎我去 红桂韬牛蛇 清蒸鬼面鱼 香炒月影残 我说唐杰啊 这些菜怕不得要个三四千吧 唐杰笑了笑 这不是被军阳坑了一把吗 非要说我出去试炼了 这次周游我的确得了些好处 既然如此 自然要聊表心意一番 大家不用客气啊 这顿饭我还请得起 众人看唐杰的眼神 一时间都有些异样 这随随便便 就能请大家吃三四千的大餐 怕是意味着唐杰至少得赚了两万以上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赚这么些 只能说明唐杰的实力又有经济 对于唐杰来说 花钱请客除了有彰显实力的作用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拉近关系 交好众人 如今能够坐在一起的 可以说是喜悦学院里最出色的一批学子 这些人 早在以前因为各自修炼的缘故 无暇聚在一起而难得碰头 因此也很难交成朋友 先缘会的召开给了大家一个暂时放下修炼 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的机会 这个认识的机会可比起真传之争要好得多 真传之争 你争我夺 一伤何起 先缘之争 却是携手并肩 共抗外敌 所有学子在此刻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相互合作 正因此 唐杰也有意借此机会和大家好好联络一下感情 这谁请客 无疑是个好办法 借着这个机会 弥补因为真传任务而带来的一些不快 也借着这个机会 和那些早就相识 却不相熟的朋友 重新建立交情 果然 此刻几杯零酒下肚 昙花的气氛便热烈起来了 此刻唐杰道 说起来啊 有件事我还挺纳闷的 照理说 我今天来到也不算太晚 怎么看你们这样子 倒像是六大派的参赛学子中 我是最后一个来的 你们都来这么早干什么 彭耀龙等人互相看了看 然后突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却不回答 还是失梦的 唐杰啊 你也有笨的时候啊 你忘了 这线援会是为什么召开的 自然是为了逍遥宫未来的头线 还有 小公主 唐杰愣了愣 突然有些明白了 此次先援会 对于六大派而言 最重要的自然是逍遥宫未来属谁 但对于参赛的各大学子而言 最重要的却是小公主 嫁给谁 要想迎娶小公主 强大的实力 固然必不可少 空有实力 却也绝对不够 毕竟 这拳头 能让学子们进前十墙 在十墙里选谁 那可是小公主 本人说了算 正因此 几乎每一个有志小公主的年轻学子 心里头都有打算 最好的办法 就是提前来到这红梅城 寻机与小公主结识 要是能在正式比赛之前 就认识小公主 建立感情 那剩下的就只是十墙问题 要是能俘获小公主的芳心 甚至连十墙问题 这都可能不是问题了 正因此 学子们一个个都是提前来到红梅城 一直都在寻找与小公主见面的机会 如唐杰这类对小公主完全没兴趣的 自然想不到这么做 所以才会现在才来 原来是这样 明白过来之后 唐杰不由笑道 那你们有谁见过小公主吗 桌上一群人互相看了看 同时摊手 显然是谁都没福见到 一名叫做朱凤道的学子道 不过 我们没见到小公主 却不说明小公主没见到我们呢 小公主号称国色天香 这天香楼正好以天香为名 指不定就是小公主开设的 用来观察往来人等 现在没准就躲在哪个角落里 偷偷看我们呢 他这话一出 立刻有几名学子 正一官素颜行 逞桌的气氛都为之沉静了一下 不过也有学子不屑讽刺道 嗨 人家可是堂堂天之娇女 金之玉叶 会躲在角落里偷看你 想得美 朱凤道立刻不服气道 哼 这天之娇女怎么了 最终还不是得嫁给六派学子 这对学子来说可是大事 对那小公主又何尝是小事 难道你们以为她就愿意在十个陌生男子里边随便挑一个 这些日子啊 小公主只怕也在四处寻觅合适的良缘呢 你们看着吧 说不到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 那就是小公主用来测试大家品行的 所以大家可都记住啊 当行侠时莫手软 能仗义时要亮剑 我呸 虚伪至极啊 这叫什么行侠仗义啊 啊 七世道明还差不多 蔡军阳不满道 他一生追求任情纵剑 行侠万里 因此对朱凤道所言大感不满 朱凤道也不乐意了 哎 你不愿意那是你的事啊 我好心给大家出主意 怎么反倒落了不是了 你要真有如此风果 万一有什么事发生 你可就别出手啊 免得让人说你是为了讨好小公主 反正这红梅岭上修者众多 也不差你一个 哼 你也知道这红梅岭上修者比凡人还多呢 能有多少不平事让你出头啊 有人讽刺道 嘿嘿 那可就不好说了 这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实力差距的地方就有不平 谁说不平事就一定要发生在修凡之间呢 朱凤道正说着呢 就听楼下突然是一阵喧哗升起 寻生往楼下看去 就看到楼下有几个人正在吵架 其中一人年约四十 一袭粗布的衣衫 双手伸满了老茧 相貌忠厚 看起来像个老农 此刻正激动的说着什么 在他们对面 站着几个年轻人 一身的金衣 对着那老农是冷笑不已 只一眼 楼上学子们便已经认出了 那几名金衣人是谁 采军阳冷横道 哼 这天神宫那帮混蛋 又什么出来搞事了啊 虽然没看到事情经过 不过那老农是个摊主 正在街上摆了个地摊 此刻更是死死的护着手中的一本书 不用问大家都能猜到 这多半是一起买卖纠纷 这一刻 听蔡军阳这么说 彭耀龙已是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哎呦 天神宫的崽子们 好好的不在家窝着 跑出来欺负良善 还要不要脸呢 那几名天神宫的弟子 温生抬头 这才看到天香楼上 一群喜悦学子 脸上同时变色 为首的天神宫学子 看来是认识彭耀龙的 怒道 哼 彭耀龙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少管闲事 彭耀龙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说 康国然 有没有关系 你呀说了不算啊 老子还就喜欢管你们的闲事了 怎么着啊 你要不服气 咱们去演舞台打一场 那叫康国然的学子 历史雅筑 显然是不敢呢 倒是唐杰听了好奇 问道 哎 什么演舞台 魏天冲告诉他 哦 呃 就是我们到时候的比武厂了 怎么 现在就能用啊 魏天冲呵呵笑道 嘿嘿 你以为逍遥宫布那么大一个阵 又摆这么多傀儡 那是摆着啊 唐杰 你可知道这些天来 这红梅城里光是弟子们私下交手 就已经有上百次了 这么多 唐杰也吓了一跳 有那力气 等正式比赛了再打不行吗 问题是 有人不这么想啊 蔡君阳道 随着魏天冲和蔡君阳的解释 唐杰 这才明白 此次先缘会 真正的正式参加者 其实 只有一百二十个 也就是六大派 每派二十人 但由于试涉六大派的争雄 逍遥宫嫁女 色与刀 永远是人们追逐的目标 因此 吸引来的观众 却是成千上万的 再加上大量的奴仆 随从 闻风而至的商家 因此而带动的新观众 往复循环 使得先缘会 成为了一场 难得一见的盛会 这样的盛会下 原本一个简单的 逍遥宫归属问题 渐渐的就演变成了 六大派的实力之争 这六大派到底是谁强谁弱 千百年来 一直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由于试涉生存 六大派却一直没搞过 类似比武争锋的大会 对于六大派而言 成为六派第一能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永远不及 成为六派最末 给自己带来的风险 处于他们的位置 保守才是王道 再往前进不了几步 往后退 却是万丈悬崖 先缘会 却在无意之中 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通过这场盛会 可以检验双方学子的实力 由于学子实力 不代表门派实力 胜负不会伤筋动骨 因此六大派反而敢于全力以赴 推动较量 越是不怕输 就越敢放手薄 这个是上层的因素 除此之外呢 这六大派本身也从不和睦 就像千秦宗和天涯海阁的人 一见面就瞪眼一样 七爵门与天神功 恋兽门与喜悦派 也是素来不对付 这就是感情因素了 另外 六派学子众多 总有一些实力不错 却又没被选上的学子 渴望成名 被人认可 他们无法在正式的 先缘大会上展露头角 就在私底下寻找机会 这个是私人因素 这最后呢 就是人多了 事儿也就多了 难免出现纠纷 这也需要一个发泄 和处理的渠道啊 这个就是管理因素 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 使得先缘大会 在正式开始之前 其实就已经是热热闹闹 上演过无数场的好戏 一些学子更是借此成名 一下子成为红梅城中的风云人物 这其中有六大派的 也有其他小门派的 有正式参加的学子 也有没获得参加资格的学子 彭耀龙就是这些风云人物中的一个 这几天他已经在演武场上打了好几场了 纷纷以绝对性优势获胜 目前先缘会前十的呼声中 就算他比较高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叫康国然的学子 一听到彭耀龙说话 就缩了的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 唐杰问蔡君阳 那你呢 在演武场上成绩怎么样 蔡君阳撇了撇嘴 我没去啊 我可不想那么早地暴露自己 这场正式比赛前的演武 正式参赛者大多是不参加的 他们要保存实力 保留底牌 以应对更加重要的正式比赛 即便是参加的人 往往也只是兴起玩玩 不露底牌 如彭耀龙的连续胜利 也是只靠一身蛮力的情况下 谁也不知道 在这蛮力的背后 他还有什么 这时候 唐杰他们 也已经弄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无非就是那老农 在卖一本 不知从哪弄来的 镇道注解 被这几名天神工的学子 看到后 就想买下来 那镇道注解 倒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无非就是 某个修者所记述的一点 镇道修行 这天底下 懂镇道的修者多了去了 如果不是什么名家 通常呢 也没有多大价值 不过 每个修者 通常都会一些 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 旁针博引之下 说不得 可以有一些 值得学习的东西 因此 参考价值 也还是有的 那几名天神工学子 显然就是想买来参考的 没想到 那老农 没见过世面 误以为 其货可拘 竟然开价 三千零钱 那些学子 如何可能接受 这等价钱呢 又不想这么放弃 便与其争论起来 他们本来就年轻气盛 说话也冲 再加上 出身高贵 有意无意间 就带了一股威胁之意 没想到 这老农 竟是个不怕死的 结果反倒闹将起来 却是把正在吃饭的 喜悦派学子 给演出来了 因此 这事儿要说错 倒也不全是 天神工的人 要七行八市 那老农反应 也是有些过敏了 只是彭耀龙他们 哪会考虑这些呀 三年前 顾昌清一事 本就使得喜悦派 与天神工的关系 急转直下 如今逮着机会了 彭耀龙更是不肯放过 冷笑道 哼 怎么 天神工的人 就只会欺负平民嘛 到东真格的就缩了 那康国然的脸上 一阵的清红不定 显然是被彭耀龙给气急了 只是既不如人 也只能是苦忍 正此时 却听远处一个声音响起 哼 如果我说天神工只会欺负平民 那你彭大师兄只找比自己弱的挑战 又算个什么东西 想上演舞台 行啊 我陪你去 这话一出 喜悦派的一群人同时色变 唯有天神工那几个人兴奋的回头 一起叫出声来 云师兄 只见远处 一行人大步走来 为首一人捧着一本书册 穿的却不是天神工的金衫 而是一袭白色的长袍 看起来是风神如玉 倒像是个白面书生 此人一出现 唐耀龙的脸色也是一沉 哼 云无极 唐杰回头看着卫天冲 他是初来乍到 对这儿的情况还不了解 卫天冲已为他解释道 哦 这个天神工七年期学子云无极 天神工的正式参加者之一 天神学院的天才生 和彭师兄打过两场 两个人各胜一场 他也是目前号称最有希望 被小公主选中的学子 哼 长得帅嘛 好 这是我们来说的 这是您好 我们来说的 吃 吃 适量 不 吃 吃 吃 感谢观看